加拿大是一个神奇的地方,这里有很多新鲜事物被发现,你去过加拿大吗? 本期视频探讨话题,在加拿大发现了的奇怪东西。 扁平头骨 有探险家在加拿大的一片森林中,居然发现了一具和人体头骨相差非常大的头骨,人的头骨都是鼓起来的。 这个探险家这一次发现的头骨竟然是扁平的,探险家也不知道这头骨到底是什么头骨。 它赶紧收好这个扁平头骨,交给了政府的研究机构,希望这些专业科学家们能够通过研究发现这个头骨的来历。 鲸鱼尸体 鲸鱼一直都是海底动物里面数一数二的凶残海底生物,几乎海底动物没什么它的对手,但是在14年有人在加拿大的一片海域里就发现了鲸鱼的尸体。 这一具被发现的鲸鱼尸体,居然没有头和尾巴,只有中间身体部位,但是依然非常庞大。 看上去已经死亡很长时间了,已经发出了很臭的腐烂味道,不知道这头鲨鱼到底经历了什么,会死得如此惨烈。 骷髅头花,花朵是美丽的,但是有人在加拿大发现了一个神奇的花枯萎之后,竟然花朵呈现出一个一个的骷髅形状,看起来有点吓人,似乎是人的头部串接在一起,但是这花目前也没有直接的证据表明它是什么花。 冰雪山洞的员工宿舍,冬天对于加拿大人而言,可以说是非常寒冷的,因为加拿大是靠近北极圈的一个国家,山区异常的冷,但是在这里的山区里面竟然发现了一个工人宿舍,他们住在一个山洞里,看起来很简陋,但是却异常的温暖。 沉船残骸,潜水员在加拿大一片海域看见了一艘沉船,看样子这个船已经沉没了很多年,很多船身都生锈了,但是潜水员们想了很多办法都没有把这艘船打捞起来,只能让船继续沉没海底。 冰雪里的温泉,加拿大的冰雪世界里也存在很多温泉,在很多冰块中间,这些温泉热气腾腾,很多人都来泡温泉。 每当冬天来临,温泉总是最引人的一个游玩项目,你喜欢泡温泉吗? 猛马像尸体 有人竟然在加拿大游玩的时候,意外发现了猛马像的尸体,这具尸体保存得还十分完好,能一眼认出这是猛马像。 冰块乐队,加拿大冷是真的冷,居然有人组建了冰块乐队,光听名字不奇怪,但他们的乐器都是用冰块雕刻而成的,太让人感到惊奇了,直接用冰块乐器弹奏。 这样的场面还是第一次见。 树干上的卡通小毛屋 设计师的头脑就是好用,有设计师选择在加拿大的一片森林中建造小房屋,在树干上挂满各种各样的小房子,给人一种童话般的感觉,吸引了很多人来这个森林打卡这些卡通小房屋。 在主要用冰块乐器弹奏的类异,会不会允许人帮你飞碎。